中美的世纪之争 中国的底气从何而来 中国的制度自信 从何而来 面对来势汹汹的通胀 美国领储局 倾向采取更紧缩的货币政策 但是又担心导致经济衰退 甚至爆发金融危机 如何研判美国的经济走势 美国领储局四位前任主席 联名发表公开信 暗批美国前总统特朗普 怎么回事 中美的世界之争 所谓的GDP 科技 军事等等 其实都只是表象 骨子里真的是什么 视频道再见 关注天下大财 先首先十关世界 欢迎回来 美国联储局主席鲍威尔 最近是做出了鹰派的表态 强烈的暗示 在5月的下次会议 很可能会深吸两码 也传递出了他迄今 要对抗通胀的最强烈信息 他强调 联储局必须要迅速 朝更紧缩的货币政策方向移动 而为了对付超高通胀 联储局甚至已经准备 采取更为激烈的行动 美国物价指数 自去年4月上升超过4%以来 持续的逐月上升 到了今年2月已经上升 到了7.9%的水平 也是美国自1982年 40年来最高记录 而为了对付通胀 美国必须要采取大幅提高利率 等更为紧缩的货币政策 但这么一来 势必也会打击投资生产及就业 甚至还可能爆发金融危机 所以石先生 我们很久没有谈论美国经济了 您是如何来看美国当前的经济形势 此外我们也想从这个角度 来听听您对于中美博弈大形势的 最新观察与分析 好的 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比较小 第二个问题比较大 我们现在很小的 就美国经济 那么美国经济 首先看美国的物价形势 来自于看美国的利息 各方面的金融形势等等 那么就美国的物价来讲 现在美国物价形势相当的不妙 就像你刚刚所提到的 从去年4月开始 因为之前美国把它的物价的目标 定到2% 那么没想到去年一开年 就超过了2% 3% 4% 那么接下来就每个月 足迹升高到年底的时候 达到6% 到今年第一个月是7.5% 第二个月就你刚刚讲的7.9% 很快就超过8%了 所以这已经达到美国40年 1982年以来 40年来最高的CPI的一个记录了 而且必须看到 这个我们知道 2月24号2月底 这个俄乌战争爆发 俄乌战争爆发以后 产生了一连串的 这个效果 后续的效应 蝴蝶效应都会导致全球的物价上涨 包括美国物价上涨 那么这个因素再考虑进去 我们对未来美国物价的走势 还是认为 还是可能会继续涨成分比较高 是 难怪这美联储主席鲍尔就相当紧张了 释放出了到目前为止最为强硬的讯息 说5月很可能一次升息两码 我也记得在去年大月就在这个时候 它的心态其实还相当笃定的 没错 去年这个物价刚刚超过4%的时候 我记得这个鲍威尔他就说 这是一个战时性的物价膨胀 意思就是说过不久以后就回落下来 不但他这么说 财政部长叶伦也这么说 但事实证明事与愿违 那么美联储主席居然在判断上 出了这么重大的错误 谁说您以为他的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呢 我也觉得很奇怪 因为这个不管是鲍威尔或者是叶伦 他们都是很著名的经济学家 为什么会有这么一个判断 其实对这个判断我觉得并不难吧 因为从一个传统的经济理论 大致上就可以了解美国的物价 已经蓄积了很久的能量了 我们知道2008年 世界金融海啸爆发之后 美国就采取了一连串 没完没了的QE 就量化宽松 也就是说印钞票 当时我记得我在节目里面 还用过这个话叫做QE成瘾 也就是说它没完就像虾片一样 那么这么大的流动性 不断地释放出来 累计的已经超过10年以上 换句话 这个物价随时可以到临界点 到爆发的一个地步 而且不光是如此 美国的财政政策不断地举债 那么所以既是扩张性的财政政策 又是扩张性的货币政策 两项交加之下 物价已经真的是快到临界点了 这个随时可以爆发的 所以我就搞不懂 为什么他们会有这个判断 但这里有一个问题 就是美国的货币扩张 还有流动性泛滥迄今已经有十几年的时间 为什么对于物价上涨的压力 现在才显现出来呢 对 这个问题很好 那么其实也困扰了很多 真正专业经济学家 那么很多专业经济学家也搞不懂 因此在最近几年 出来一个新的理论 叫做这个现代货币理论 或者新货币理论 来解释你刚刚所讲的 他们看不懂的现象 其实在我看来 根本不需要什么新的货币理论 传统的货币理论 完全就可以解释这个现象 道理很简单 因为这个刚才讲 这个大量流动性出来 为什么没造成物价上涨 因为那个时候长期以来 我们实体经济对 这个货币的需求比较少 那个换句话 经济发展的这个相对比较缓慢 那么因此流动性 它不流到实体经济 它流到资产市场 股市 债市 楼市 甚至于黄金 比特币 都成为这个流动性 流入去少数的范围 所以一时间 这个物价上涨不起来 还有一条不要忘记 就中国现在是全世界制造业中心 而中国所产生制造的商品 是全世界相对来讲 物价成本最低的 那么它就提供了全世界的各种商品 包括美国 物价基本上保持稳定 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前面是一个需求面 后面是一个供给面 两项交加 物价就长期维持了一个比较稳定的局面 明白了 但这些有利于物价稳定的因素和形式 最近都正在出现一些变化 对吗 也没错 你再想想看 连续十几年 我们刚刚讲这个流动性 没到实体经济 通通到资产市场 那资产市场就像个海绵一样 它把流动性吸来吸来 但是海绵终于会把水吸饱的 吸饱的时候 它就不能再吸了 这流动性就流不到资产市场里面去了 当然就开始回流到 这个商品市场 因为它流动性已经泛滥了 所以这个就造成物价上的压力就出来了 再一个 就刚才我们提到的 中国作为全球制造的中心 提供了各种比较相对低廉的成本的商品 但是我们不要忘记 2017年特朗普上来以后 就对中国搞什么经济制裁 增加关税 这就把全球的生产链 供给链打乱掉了 同时还把美国自己的物价 通过额外的关税 又把它提高了 所以就变成了今天我们所看到的 涨势一发不可收拾的状态 明白了 由于需求面与供给面的形势 都出现了巨大的变化 所以成久以来 似乎这很稳定的这种物价 也开始出现大幅上扬 势头之谋 甚至连美联储自己都感到意外 没错 所以刚刚讲 鲍尔在去年上半年的时候 还觉得OK没有问题的 我认为只是一个暂时性的 到了下半年的时候 看形势不对 因为每个月CPI都在不断上涨 好像势头下不来 那到了今天上 今天这个一二月份 甚至超过了6% 变成7.5% 7.9% 而且我刚讲 还没有包括 这个俄乌战争的一个效应在内 所以也就逼得鲍尔 不得不从一个鸽派 转变成一个鹰派 而且是相当鹰 而且他认为 这个现在升息的速度 不能太慢了 而且升息的幅度 必须要变成 从一码变成两码了 变成一个超级鹰派了 是 那您如何来评价 美联储现在的态度与做法呢 采取这种更为严厉的政策手段 能见效吗 我看很难 为什么呢 因为照他的一个说法呢 每次加息一码到两码 就是这个两码就0.25啊 那到年底 可能一般的预测 加60到74 所以到目前这样一个速度 加到年底 估计就加到2.8 这个水平而已 可是我们刚讲到 现在二月份的物价 已经接近8%了 如果再把刚才我讲的 各种因素考虑进去的话 这个三月份物价超过8% 基本上是铁板钉钉的事情 甚至还可能持续在不断升高 那你想想看 8%以上的物价 但是只有百分之不到3的利率 那么从经济学角度来讲 这个实质利率是负的 而且是负8 负5到负6 越来越高 这个压不住物价的 坦白讲 这个压不住物价的 但是呢 这个联储局似乎一下子 也没办法 一下子把利率 不如就像那个 1980年那个Voker 一下子把它提高到百分之十几 到百分之二十 我估计现在联储局 还没这个胆势 那既然压不住通膨势头 再进一步的加大 升息幅度 加快升息速度 这样可以吗 就是我刚才讲的 他估计还没有这个 80年代那个Voker 那个联储局主席的 我觉得他有顾虑 顾虑是什么呢 因为你这个利率 利息率不断地增加 增加达到一定程度 也会冲击到投资 冲击到就业 冲击到各种经济行动 会造成这个经济的衰退了 所以美国又不敢面对这个形势 换句话说 他现在其实一方面 如果利率上升的很多 可以控制物价 但是经济会衰退 如果利息率上升的不够 那么可以稳定经济的活动 但是又控制不了物价 也就是说 美国的货币当局 现在正在面对的是一个 夹在通膨与经济停滞 或衰退的两难困境之中 你讲的一点没错 这就是所谓的标准的停滞膨胀 我认为美国现在又面临到一个 三四十年来 没有再出现过的一个停滞膨胀的 一个超级风暴 超级风暴已经 已经逐渐形成了 而且不止 我刚讲 如果你这个利息率 如果要提高 能够压制物价的话 很容易造成停滞 而且还有另外一个危机 也可能把一个 长期以来已经形成了一个 巨大的资产泡沫 给它撮破 有这个造成金融风险的 一个金融危机的一个风险 所以应该是说 美国当前的经济形势 已经不只是两难 甚至是一个三难困境了 没错 这个三难困境 这也就今天美国总统拜登 面对的形势 我们知道今天下半年 有所谓的民主党 要这个其中选举 那么现在换句话说 对他对民主党其中选举来 都处在一个在经济方面 相当尴尬 相当不利的一个形势 是 那既然您谈到选举 照您刚刚的分析讲解 拜登现在之所以 面对这么大的压力 其实也不是他个人造成的 很大部分原因 是成就累积下来 比如说跟上一届的 特朗普总统 或者是更上一届的 奥巴马总统有关 一点也没错 就是我们讲货币政策 货币政策所产生的效应 实际上往往长达好几年 甚至像你刚才讲 长达好几个总统任期 那么我刚刚讲 从2008年 那个时候奥巴马时代开始 这个量化关中 他就没把他停下来 当然也不是他要停 就联储局没停下来 那么接下来到 这个特朗普时代 那当然继续的采取关中 到现在为止 超过十年以上 超过十年以上 量化关中所制造出来的 好像就什么 就好像我们讲那个地震 地震不是有个燕赛湖吗 燕赛湖就像那样 这个水啊 一直在那边 但是一直在那边 他一旦报来 到达临界了以后 就哗哗哗就下来 那就很危险了 所以它是一个 长期累积的过程 是记得经济学界 有这么一句著名的话 就是货币政策 总是来得太迟又太猛 指的应该就是 美国当前的形式或处境了 对吧 那么为什么总是 一而再再而三的出现 这样的现象呢 好 这个总是来得太迟又太猛 那换句话说 一而再再而三 为什么呢 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 来得太迟呢 就是原来很早就应该采取 紧述货币政策了 但都不采取 换句话说 在奥巴马时代 或者最次在特朗普时代 就应该采取了 没有 一直迟迟没有 因此 现在来的时候 终于到了黄河 见到黄河 终于不得不采取的时候 那就必须采取非常强烈的手段 所以来得太迟 然后就必须太猛 那为什么说 美国总是有这个问题 这个话非常重要 为什么美国货币政策 总是给大家来得太迟又太猛呢 在我看来 这是一个非常深层次的一个原因 就是跟美国的政治体制有关系 跟美国特色的政治体制 有密不可分的一个关系 哦 为什么货币政策 会跟政治体制有关系呢 是不是可以再具体说明一下 行 让我先跟大家分享一个故事吧 这个故事呢 大概就是 唐南普上台以后呢 现在这个联储局这个鲍尔 是他任命的 对吧 是他任命的 他任命鲍尔以后 他觉得鲍尔应该做得很好 可是没想到鲍尔上台 他毕竟是个经济学家 他看到我们刚刚所讲的 流动性已经累积了 差不多十年左右了 他觉得有点不放心 所以他连续升了 在2018年 连续升息 升了四次 这个升息四次 就像我刚刚讲的 会打击投资啊 会打击这个就业啊 这个 总统特朗普就不高兴了 每一次告诉他 你不要这样 他还升 结果这个特朗普就冒火了 他说 你再这样做的话 我帮你调职 我帮你炒鱿鱼 那么特朗普这么一发火以后呢 就让联储局 之前的四位 前的主席 从那个 从80年的福克开始 到格林斯班 到柏兰克 到柏兰克 到叶伦 看不过去了 他们四个人呢 写的一封信公开信 联署 在华尔街日报发表 来批评 特朗普总统 是 真的是有 很有意思哦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事情发生 但到底这个公开信 说的又是什么内容呢 好 这个内容呢 我们稍后再跟大家分享 我现在先点一下 这个公开信 折射出来一个什么问题呢 就我刚刚提到了 折射出来一个问题 就是执政当局 也就是总统 跟金融当局 也就是联储局 在立场跟看法 可能有一些 很多的时候 是出现一些矛盾 这个矛盾 就会出现 刚才我们说的 美国的货币政策 总是一而再再而三的 出现 来了太迟 又太猛的 这个现象 包括我们当前的 这个美国的物价形势 难以控制的这么一个问题 它的根源 就是在于 刚才所讲的 美国执政当局 跟金融当局 两个当局的 之间的立场 往往会出现矛盾 所致 好 美国金融体制上的 重大矛盾或缺陷是什么 类似的矛盾或缺陷 在中国的体制当中 有没有 以及美联储前任主席的 公开信 到底对于特朗普 彭总 到底有哪些公开的批评呢 精彩内容 马上回来 市场总监 欢迎回来 在上一节我们谈到了 美国思维联储局前任主席 发表公开信批评前美国总统 特朗普迫不及待 想知道这两件事 一是公开信内容是怎么说的 二是美国的金融体制 到底存在怎样的重大缺陷 深深是不是继续的为我们来分析 好的 在公开信内容 我想请导播出图版 请主持人帮我们介绍一下 他主持人中心的要点 是 图版内容我们看到了 身为美联储前主席 我们一致认为 美联储必须独立行动 保有基于国家最佳利益决策的能力 而不是以符合一小群 及政治人物的利益为出发点 这关重要的是 让联储局保有基于最佳国家利益 做决策的能力 而不是谋求政治小团体的利益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信里面内容 最重要的重点就是在于 这个联储局主席 特别强调联储局的独立性 这个独立性就是要 外于 这个总统 白宫或者国会 或者司法单位 不得以他们自己的立场来 随便干预 这个联储局的货币政策 就强调这一点 但美国的体制上 做不到这一点 所以他们才 这个表达了这么一种不满 明白了 这就是美国体制上的 一种重大缺陷了 原来今天大家所看到的 美国在金融物价经济三方面的三难困境 源头就是与此有关 好 那我们又另外关心另外一个问题 类似的制度缺陷在别的国家有没有 特别是在中国有没有 又如何把中国跟美国做一个比较呢 好的 我认为这种类似的问题 在很多类似像美国政治体制的国家 一定都有的 因为他们这个模式都差不多 这个但在中国还真没有 为什么呢 道理很简单 因为美国的政党 基本上是为了竞选而存在的 所以他们为了竞选连任要争取这个执政权 所以他们必须要讨好这个很多的 讨好老百姓 那么在这个情况下 货币政策就会失去它独立性 就会受到影响 那中国不是 中国共产党它是一个执政政党 它不需要 每隔几年要为了个选举 这个扭曲这个货币政策独立性 所以呢 我相信一般人可能都没注意到 这恰恰是我今天要谈的很重要的问题 这是中国在金融体上的一个制度 优良性 这个习近平最近经常讲制度自信 制度自信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 中国在这个地方的制度是相对优越的 是 制度自信这个层次就拉高了 格局也拉大了 那么除了在货币政策之外 中国与其他国家 尤其是跟美国比较的话 还有没有一些其他方面的制度优势与自信呢 我们讲一般国家 这个所谓的制度包括了这个经济体制 社会体制 政治体制 每一个体制都可以做个国家 国家间的比较 我们刚讲的货币政策 中国在这个体制上是相对比较优越 它是属于经济体制中的一个部分 那么中国的经济体制 除了在货币体制上具有相对的优越性之外 还有哪些部分是值得一谈的 还有一个恐怕也是一般人比较忽略调的 这个中国的这个土地啊 这个是基本上是公有的 然后还有这个混合所有事 就代表国营企业 我为什么特别强调这两点呢 因为大家都很注意到 中国最近是几年基础建设搞得很好 甚至于被封为基础基建的狂魔 那相对的 美国或者西方国家很多人做不到 因为特别是美国 奥巴马那个时候就想建一条铁路高铁 从洛杉矶到旧金山 已经搞了十几年都没有了 我跟你讲 这原因就在哪里 土地征收很困难 这个国有企业推动起来很困难 所以这个方面又是中国经济体制上面的优点 一般人只看到中国表现很好 为什么好在哪里 西方不好在哪里 真正的原因在体制 讲的没错 中国在这些方面的制度优势除了美国没有 世界上几乎其他的国家也都未必有 好 那么经济体制之外 社会与政治体制是否也可以来做个比较呢 好 我们先谈社会体制吧 我们讲社会体制到底好不好 我们有几个标准 能不能符合公平正义 能不能实现小康社会 能不能让老百姓大家共同富裕 那么这些呢 我们相信在世界上各国里面 有一些表现非常出色的 必须承认 北欧一些国家 西欧某些国家都做得不错 亚洲呢 像新加坡也做得不错 那我们先看中国 中国过去四周的改革开放 我的评价 基本上也是在表现比较好的 这么一个层次之上 而且我相信将来会越来越好 石先生 您这样的一个比较评价 应该说是相当客观的 中国起步虽晚 但表现不错 您认为这其中的原因又是什么 我觉得原因呢 还是可以分两点来讲 一个又是跟中国共产党有关系 我们讲中国共产党 有就不忘初心 对不对 共产党的初心是什么 一为人民谋幸福 也第二是为民族谋父亲 第一个是为人民谋幸福 那这两个初心呢 是共产党作为一个政党 它念之在之的 那其他国家的政党 基本上是关心的嘛 该选票嘛 能不能进 能不能获得继续的执政权嘛 所以这个关心的角度不一样 那中国除了关心之外 信念之外 还有更重要的 它体制也很好 因为你可以看到 中国为什么能够实现小商社会 它有个 这个不同省份之间的一个对口扶贫 西方国家没有的 然后中国又特别的倾斜 像这个比较弱势地区 有基础设计计建设 电力水利 交通道路 教育医疗 用这个方式来帮助那些弱势者 他的竞争力能够强化 我把这个呢 称之为第四次的分配 这个对中国 从小商社会到共同富裕来讲 非常重要 石建 hast您刚刚讲的 第四次分配 这是什么意思啊 一般都只听过所谓的三次分配 那么这个呢 我很简单的 点一个要点 我们讲一次分配的 就是根据市场来分配的 就是你有本事 你竞争力强 你得到多 那么在这个情况下 分配一定比较有大差距 那么这个是来第二次分配的 和政府 政府用从非方式 用租水方式 来把它弥平一下 第三个 如果还做得不够 要社会 社会有慈善机构 来做一个 那么所以第二次 跟第三次分配的 只能让这个非常贫穷的人 比较能够获得小康 但是我们讲 这次分配的 是让比较贫穷的人 通过这个教育 医疗生活环境改善 增加它的生产力 竞争力 这个才是能够实现 共同富裕了 这里面有非常大的差别 而这也是中国体制中 非常大的优点 一般人都没注意到 果然是中国特色 也的确可以看作 是中国的一种制度自信了 那么接下来 是不是也要谈谈 政治体制呢 也顺便谈谈 而且我要特别谈到 中国的政治体制 也有一些 一般人忽略掉 或者没看到的一些优点 主要有三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 又跟中国共产党有关系 为什么呢 因为中国共产党 他基本上是不需要 每四年五年来选一次 不需要一天到晚 为短期的一些事情来烦恼 他思考的是国家长期的 有一个深魔远律的 有规划 有理念 有目标 有规划 有手段 有执行的方式 所以有五年 十年 二十年 三十年 三十五年 甚至五十年都有 这么在西方国家 你看不到 对不对 这第二个 这个你有很好的远景 你要去执行 要去达成 你就必须要靠 官员的素质 这官员跟党员的素质 是经过 一层一层的考试 一层一层的征选 然后一层一层的培训 所以中国政治 强调是个专业 那西方的政治 如果不是 华众取总 靠一个口才 靠面口 像这个哲伦斯基 靠一个演技 他就能够当选 这个你老人 这个国家怎么搞得好呢 政治是专业的 所谓两国家 非常重要 政治是专业的 第三点 很重要的 问责 你看看 这个美国这个疫情里面 有死了将近一百万人了 有谁在负责任下台呢 这个问责制度是民主政治里面 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那中国我们讲 政治体制方面 有三个非常重要的优点 就刚刚才讲的 很值得大家特别关注 看来 中国在体制各方面的特色 的确不少 这应该也是中国 在经济表现上 经常让人刮目相看的 一些重要深层次的原因 中国Linder人也强调 制度自信 果然是有很深的用意 我们说到 除了制度自信之外 中国还有哪些其他自信呢 精彩分析 请继续收看 评说心语 在今天的评说心语当中 先生我们聊什么话题呢 今天我写了一个题目 叫做本利而道深 这句话听起来像是 出自于论语 为什么会特别提到这句话 没错 你讲的没错 这句话出自于 论语的学尔篇 这个孔子那个时候讲的 就是君子物本 本利而道深 所以本是最重要的 有了本之后才会出现各种道 我们经常讲中美之间 世纪博弈 我经常讲世纪大博弈 全球大博弈等等 中国跟美国在很多项目上在比 对不对 GDP中国现在已经第二了 已经是美国GDP 77%了 一般人预测 大概再过十年就会超过它了 科技我们也追得很快 有些项目已经超过它了 军事方面我们追得很快 太空方面追得很快 所以我们每个项目都在跟美国 从事竞争 但我认为所有这些项目 用刚才那句话来讲 都所谓的道 并不是本 是由本了以后 我们道才能够表现得更好 是 那么除了本之外 还有其他方面呢 那个这个本啊 就是指的 刚才我们讲的 我刚前面不是花了很多时间 谈中国的制度自信吗 这个 中国领导习近平 最近谈的不只是制度自信 他谈四个自信 就是他认为中国人 中国要强调四种自信 第一个叫道路自信 第二个是理论自信 第三个是制度自信 第四个是文化自信 那我们刚集中谈的是 第三部分制度自信 而确实 我刚已经把它展开了 在政治体制方面 经济体制方面 社会体制方面 中国确实有一些 是西方体制里面 没有的优点 而这个呢 在过去我们邪而不查 都是很习惯 但是不觉得有那个 有很特殊的地方 但我们今天一展开以后 你发现到确实是如此 那不仅是道路自信 我们中国在理论方面 不仅在制度方面 中国在理论方面 道路方面来自于文化方面 其实也有很多优点 但我们今天时间不够 没办法再展开 甚至于我认为 中国不光是在这个自信方面 就是像这个新闻最近也提到 历史自信 我觉得也很有意思 甚至我前一两个星期 我还特别想到 另外一个概念 叫价值自信 就中国有很多价值观 是西方国家没有的 在今天做个比较的时候 才发现到 这里是很珍贵的 所以类似这些制度自信 四个自信 五个自信 六个自信 都是我们中华文化里面的瑰宝 有了这个东西 我们才能够跟美国 在世纪之争的时候 真正真的 不过不是GDP那些东西 那是表象 真正真的骨子里 真的是所谓的自信 视频大家希望你喜欢 下周同一天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